新西兰它是一个岛子 是一个有南岛北岛组合的这么一个岛 你可以看到就是一只鹿 可惜这只鹿在地壳变动的时候 它的脖子跟身子分开了 所以我到了新西兰以后 我跟他们当地人说 我说你北岛之人有脑无行动 为什么 有头脑有想法 但是懒洋洋的行动不起来 它的身子和脖子断了 在脖子那个地方断了 所以行动不起来 就是脑袋想做什么 身子做不成 南岛之人很富有 肥头头的一个大身子 但是从来不爱思考 有行动没脑袋 所以是南岛的大家富裕很有钱 但是是什么呢 靠木野放木的 养牛养羊的 那么还有农业发达 不需要用脑袋 把庄稼种上去 把牛羊一养 钱自然就来了 但是对生活在这个岛上的人 他就不是一个权户的 人是不能没有智慧的 人也是不能没有行动的 说如何让南北岛的场性 重新修复 变成一只神鹿 而不是爬在那的路 所以是原本在那个地方 我们计划只待七天调查 结果最后费了我们二十一天 二十多天在那个地方 南北岛走下来 那么他的奥克兰就是头顶珠 路顶的这个地方 是他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 那么在这个城市里面 居然他的血扇 我们说黄龙 左倾龙右白虎 后有朱雀 前选五的中央的血扇 它是个火山口 已经熄灭的火山口 居然是一个漏斗形的 所以当我们踩到那个血场的时候 那只需要下到 他的血点上那个地方 不用炼 在那个地方 你自然的天盘 你的颅脑腔的那个光珠 就左后右前选 下腹腔的光珠 直一后左前选 全部聚在中央人盘这个地方 天地人三才之盘都在结丹 我们今生要成就 你的上中下三丹田 必须结成核聚变的核一样的 像橘子这样的橘红色的 又像这个平方球大小的丹 或者是更小的像豆粒的丹 叫核聚变 如何借重这样殊胜的地理 我们人法地 来修自己头顶的大丹 原来借这个地理 哇 十分殊胜 这是奥克兰 这一次因为时间很赶 大家的这个时间有限 我们在这只神鹿这个地方 也发现了鼻尖白 也发现了他的眼睛 眼睛透进去的霓王宫 相当于金兰宝殿 紫金殿 就是玉皇待的地方 也是一片雪山 一片白 一片的圣洁 但是我们这次的只能是去奥克兰了 因为南岛更重要 行动更重要 身体更重要 那么全息对应着 我们必须要把脖子接起来 头部调整好以后 要从他的命门这个地方调起 所以命门的所在地就在皇后站 那么再去库克山 库克山是新西兰的最高峰 相当的这个夹集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个体育地方 全息的调新西兰的 心肝脾肺肾肾 这几个点 那么这个全息对应着修炼 但是因为库克山是中年极雪 我们上不去 所以我们只是在山底下进行这个修炼 对应着修 我们接下来会去基督城 基督城这个地方 对应着喉轮这个部分的修炼 相当男人的头节这个部分被堵住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修炼 我们在那修 我带着修的时候 调整的时候 也拍到了很多的光和场 大家可以看到 师傅在调整的时候 他有一个巨型的 大型的球型的场 大家跟着沾光 在这个场中都会得到一些 实质上比你在家里修炼 可能等上千年万年的 这样的一些效果 所以是你想今生成就 这个新西兰的这个修炼之旅 你今年去不了 将来也要去 对应着我们整人体的全息修炼 这个场性是很完整 通过我们这个调场以后 整个的头部和身子部 通过气 海底的这个海龙 当时也参与了 天龙八股 那么通过海龙 在水里把它连接 天龙在气上连接 上界的师傅们 在光这个层次连接 就是惊喜神 基本上把这只鹿的脖子和身子 在无形事件里 96%的事件里 已经把它结完整了 那么它这个整个就神了起来 原来这只鹿是爬在那 现在变成神鹿了 那么变成我们了大护法 对于今生 你要在骨髓里过甲机关 这只神鹿 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大的忙